這是一段讓你完全放鬆 平靜的時刻 這是一個讓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當下 在這裡 你可以真誠地面對自己 我是你的心靈守護者 我是安安老師 是你的心靈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安老師 很開心又在舟山的晚上 然後可以在直播間跟大家見面 然後呢今天我們這一集呢 有邀請到嘉賓法蘭 她已經很久沒有上節目 法蘭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我是法蘭 在開始之前我要先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呢你們可以聽到安安老師的直播 最新的直播就是要加入安安老師的 這個社交平台 所以你們可以在你們常用的通訊軟體上面 從 cheers 然後加入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講今天的直播 今天的直播講的是說 為什麼帶孩子的我們感到幸福卻不快樂 这我就要讲 就是 那我先介绍一下法兰 法兰他是我的发小 我们是从 我们从什么时候 初中一年 对我们就从12岁 一直到现在42 就30年的情侶这样 所以呢就是他 就是我们从少女 那时候还不是少女 我们从孩童 未发育 到发入过度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 成为少妇这样 然后现在就已经成为少女 所以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呢法兰目前就是 他是二宝妈 他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 然后 没有初中三年级 没那么老 马上就要上高中 OK 然后呢这个 他也是电影制作人 影集的制作人 然后也做很多 跟这个媒体有关的事情 那所以呢 今天就邀请他来 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因为呢 你们待会听到他带孩子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当初邀请法兰的时候 法兰就说 但是我又不是很成功的 你自己要听 然后我说你就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已经有太多成功的家长在那里分享 我的孩子是如何考上哈佛斯斯坦福的 然后我的孩子是如何拿到全中国的尖子的 等等等等 多么厉害的 然后呢 我有一些个案就告诉我 他们看完这些视频以后 就甚至是心理咨询师 都告诉我说 他们会有很深的无力感 因为他们可能也用类似的方法教 但是孩子还是一样的 但是孩子还是一样的顽利 很铁不成钢 就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练成钢的 然后呢 所以呢 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个心理师 然后他是台湾大概就是数一数二非常红的心理师 他就跟我说 你知道我在什么时候 那个点就是点击率最高 然后最多人分享的文章 就是我承认自己多失败的时候 他们就很开始 所以你是要我 就是承认自己多失败 不是 因为我没孩子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讲亲子话题 那我现在我妹有一个孩子 小米有一个孩子 然后现在三岁 然后呢 大概四天前吧 他就回来 因为他每周会回一次 两家有时候两周回来一次 然后后来我妹回来就说 哎姐你那个练武的棍子 可不可以给我 然后就说 我就说 为什么 他就说 我现在打小乐 就是他的小孩三岁 他就说打用爱的小手 他已经完全补上了 然后 那个 所以我在想说 他好像你那个棍子 因为我那个棍子是那个 武术的棍子非常高 就是大概 比我再高一个头 就有两米那么长 然后他说上次你拿出来耍的时候 我看到小乐一副 非常 就是借身皇居的样子 所以他就说 我会不会跟你借你的那个 奇眉棍这样子 你的那一支 很大的无数 又 练无数的棍子 然后我就说 哎 你的这一番话 就让我想到法兰 因为我记得 他的孩子还蛮 法兰的孩子还蛮小的时候 然后呢 我有一次去他家 然后他就跟我说 赵安 我最近 有一个方法育儿 我觉得很有趣 叫做一二三育儿法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笑翻好不好 你记得吗 你的一二三育儿法 我忘了你说 我很多教育 就是呢 不是 就是呢 我看到你的小孩在那里 就是非常调皮捣蛋的时候 然后你就突然拿出了一根竹子 就是上面还有叶子的 超长的一根 我感觉有两米再长一些 很长的一根竹子 上面都有叶子 就是你连那个枝干都没有砍干净 你知道吗 上面就前端都还是很多叶子的枝 低纤线 然后你就 对 然后就圆身态 然后你就说 圆身态 清线线态 一 二 三 每个妈妈几乎都会念一二三好不好 对 但是我就发现 你的一二三育儿法很特别 因为当你念一的时候 你的孩子本来是跟 在你坐的沙发那边 他们就开始往外跑 但是你念到三的时候 那个尸子竹叶的末端还是可以扫到 我觉得 我觉得我好怕曝光了 我已经曝光了 所以呢 就是你那个数到三的时候 他们就会差不多跑到那个尾端 就还是可以被揍不了 所以 所以 我真的忘记这件事 因为我太多这种事情了 太多那种地方 你先来讲一下 你自己小孩的一些 就是 情况好了 让听众朋友 就知道说 你的小孩 小时候 当然他的孩子现在已经 越来越好 但是小时候的确让法兰 常常是非常神经紧张 他就是不乖的 就是大家普遍 就是你看到这个孩子 就会觉得 怎么父母都没有在教啊 然后 就很顽劣啊 就是 不会安静孩子 然后去到学校 都会被 老师说 你这孩子有问题 你这孩子可能 那个 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要吃药 可是后来我就 发 就是因为孩子 我 其实我 蛮常自己在带 就是 但是我还是有在工作 可是 我就会发现 这个孩子真的是 不是 就是我 我以为我生下来之后 我就会依循着 就是一般正常步 脚步 然后我就会开始 就是 孩子就会乖乖念书啊 会会我打两边 他就会听话 然后 或者是 骂一骂他 他就会去做事情 可是我发现他完全是 逆着走 他是一个反骨 反骨的孩子 然后完全的失控 他甚至连在学校 就是我面临到的是 一般孩子在 青春期会有的反叛 他在国小一年级他就来 就是他会 不想听课啊 他不想写 不想写功课啊 或者是他考试他交白卷 就是整个叛逆少年 在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出现了 而我为了这个孩子 我就 当下就是 立即把我自己的工作给死 就觉得这个孩子 我在 不自己带 我可能就歪了 那歪了以后我更痛 然后当然 这中间我也是 一直求助你嘛 对 你也帮我很多 也帮我去 看看这孩子的状况 是不是真的要吃药啊 是不是真的脑子坏啦 或者是 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是后来我发现 他就是一个好动 我觉得你可以分享一下 就说 其实学校的环境是怎么样 让孩子的状况好像没有变好 反而变得更严重 更快 我们这边的小学 就是那种 反正就是一个萝卜一个课 你得做好做定 然后 老师教 教课授课 你得乖乖的 听课的那种 就是 跟 俯罗 大众 现在一般世俗 就是大家 感觉的学校 或者是我们上的学校 都是那样的 可是我的孩子是没有办法 接受 那样的环境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他怎么这么不受教啊 就是气死我了 打也没用 骂也没用 但是又很急又很慌 然后后来那时候 比如说 他在他们家附近一间 比较自由的小学 然后 后来我就发现 我的小孩子 就是长期在那个学校 因为老师也不喜欢他嘛 就会觉得 你就闯祸惊啊 然后 然后他就会 有很多很多的挫折 在跟其他小朋友的相处 还有在学业 还有在功课上面 他都没有办法 他快乐 他心里是受伤了 那后来我觉得 欸不对 我再不换环境 我梦母都得三千 对不对 我一定要帮他换一个环境 起码让他试一试也好 后来我就把他送去了 安安家里旁边的那一间 就是比较自由的小学 那间小学就是 校园里面啊 有养动物的 还有种菜 然后比较自由 但是他的自由 还是会教你规矩 还是会有学业病重 但是 他比较不把这么多规范 加在孩子身上 就比如说 你上课上一上 你觉得累了 你是可以站起来走出去 晃一晃 然后你觉得你 准备好了 你就可以回去 继续上课的 老师不会去批判你说 你这个上课不乖 对 对 因为你坐不住 可是就是有这么一群 坐不住的孩子 那小孩进入那个环境之后 他可能也刚好遇到了一个 很有爱的老师带着他 他就整个心房打开 然后交了很多朋友 然后愿意学习 然后他整个状况变了很多 那原本说他脑子有问题的那些 他好像仿佛到那个学校的那些问题 好像就慢慢消失不在了 可是他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段况 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放心 直到我到了美国 因为我是在孩子要生五年级的时候 就是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 就我们全家必须得搬到母 然后他在美国的第一年 他又受伤了 因为他听不懂 然后就是 索尔老师 学生跟他说英文的时候 他就会很酷的跟对方说 你讲中文 或者是问人家 什么 就是完全不愿意去学习 那一边的语言 跟接受那一边的文化 可是那当然也就是慢慢开导 那又刚好遇到了很愿意 对他很好的老师 慢慢教他 然后他就发现 然后 可是我发现他那个时候 常常会依赖我 因为他英文不好 他就希望妈妈去帮他解决很多事情 那刚开始我跟他说 我帮你解决 但是 在美国的文化是 你必须得学着 自己去解决问题 因为学校并不喜欢父母亲插手 然后他就慢慢听进去 那我们已经到了 美国已经三年多了 他现在的状况是 非常努力练书 努力到我觉得匪夷所思 这个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然后他的交友也交得不错 然后他所有学校的事情 因为他觉得妈妈太啰嗦 太麻烦了 他就开始学着所有的事情 都自己跟学校沟通 包括什么学课啊 或者是跟学校讨论一些课业的事情 他都可以自己 就是我的孩子 从一个冥顽不灵到 现在他可以自己解决事情的状态 其实我是经历过很多很多的 怎么说 很温暖吗 还是 就是 学习 作为法官者 就是我看到法兰的成长 所以他孩子跟着成长 所以 这个不只是说孩子遇到一个好的学校 好的老师在旁边 其实父母的成长也会带动孩子的成长 因为 比如说法兰刚刚提到 就是他在台湾去的那一所学校 然后那个校长都要求你去上课 就是要去上课 对 要求父母去上课 父母也得上课 对 那个校长会抬课要父母去上 然后呢 嗯 法兰很特别 就是他的 他家庭的bonding很强 就是他的父母 跟他之间的那个关系 是非常非常强的 然后那个强 会有点强到 就是非常中国传统式的家庭 所以法兰自己本身在很多自己 比如说他有自己的想法组建的时候 他就会不容易去表达 他会觉得 那个父母会不会觉得他做得不好 因为父母一直都在帮他顶住所有的事 但是呢 其实法兰才开始学得很毒 我觉得 对啊 因为你开始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断奶 我觉得是你去了美国 带着孩子去美国 因为 因为我就不用受制于我父母的观念跟想法 我就可以依着我自己的心意去教孩子 比如说 你看像我现在 我这次 我现在 我现在在娘家嘛 那我又开始接受到新的一个轮回 就是我爸妈就说 你怎么不让孩子念念书啊 你怎么帮孩子报一些课程啊 他们会觉得我应该要做什么 对孩子比较好 可是现在我就是完全放松 我就觉得 嗯 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理化 然后 对孩子怎么样好 呃 其实父母亲也是 呃 我觉得 随着年纪越大 我反而是 我只告诉他们观念 然后告诉他们 呃 他们可能以后会遇到的所有的状况 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他们 然后让他们自己下去 现在是让他们得 我儿子 他高中 美国的高中是自己得选很多课程的 然后他们必须得知道自己想选什么 而不是父母告诉他们你要去选什么 那我就是把所有的课程都跟他讲解一遍 然后他自己做最后的决定 嗯 那我觉得这一点倒是 呃 他以前就是完全 他说他是选择困难症 他没有办法做选择 但是我现在就是 所有的 我说 妈妈有一天可能会去天堂 爸爸有一天也可能会去 那到时候 你必须得自己下决定 那我现在就把你的这个能力给你当 你不能再依赖我 我说再过几年你就成年咯 你就得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 这些年来 我没有说我是一个成功案例 因为我觉得 孩子以后会长成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但我觉得我就是用最大的 爱去陪他的 我一直释放出来就是 我很爱你 然后你有什么 心情有什么 我觉得小孩的心 你要照顾好了 他其他都好了 他以前就是心态 他觉得 反正老师跟你告状 你都听老师的 那我真的啊 那个时候 刚开始他有些状况的时候 老师跟我说他的学校不乖 他说你儿子都不写考卷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怎么可以不写考卷呢 你现在就学着交百卷 你以后要怎么办 可是我事后 多年之后我问他 我说当年你为什么要交百卷 然后他跟我说 妈你知不知道我考卷已经写了多久 就是他们老师每天都让他们写考卷 每天就是让他们一直不停的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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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他那一天已经不想写了 他跟我说 妈我就不想 我那天就真的不想写了 对 那我就说 孩子可能就是有他的那个点在 可是你没有问清楚 你可能就误会他 然后当然我还是有跟他讲的 我说你真正打考你不想写你就完蛋 我就要跟他讲后果是什么 所以就是做父母也是一直在学习 那包括你刚才讲的就是我在那个学校 有被要求要去上课 就是所有的父母都得上课 他其实是因为校长是念幼儿心理出身的 所以他觉得孩子有状况肯定是父母亲这边带过去 比如说你在家里常常会骂孩子 那孩子可能去学校也会去骂同学 因为他会复制你的情绪 他会复制你处理事情的方式 所以你必须得改正你自己 比如说你就得温柔一点啊 你希望你的孩子温柔待人 你可能就得让你的孩子看到你是怎么样做沟通 或者是怎么样做社交 那包括是你在你身上孩子看到的很多很多的坏习惯 其实都是你自己身上而已 就是你看不见 所以这个叫做或者是你的所有的样貌 也都是从你的父母身上承识过来 所以这个叫做家族治疗嘛 对不对 就是你要去把所有你们家的问题 都一样一样把它列出来 然后你要去改 父母亲要去改 那父母亲改了之后 你的下一代就会 然后你才可以做到你的每一代都会比你比你更好 这个是我从那个课程去学习到的 所以我觉得 我是从不会当妈到现在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心得 但我都不觉得我是个好妈 目前是这样 但还好有赵安安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法兰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特别是有时候人是这样子 他讲 你跟他讲很多东西 但是他可能不在那个环境 他不能意会到 比如说我常常跟听众朋友也好 或法兰讲的就是 教孩子如果你要把自己搞得累个半死的话 那你就是常常说他不好 又什么都帮他做好 但如果你要很轻松 你就是常常夸他很好 然后什么都不要帮他做 因为我妈就是用这么 我妈就这么一吵 不是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我跟安安还有小敏 我们三个有个群 然后常常在里面就是天南地北聊天 然后后来我有一天我发现 小米的儿子 就是有一点就是我儿子当年的前兆 然后我就突然有点害怕 小米要走我这一条路这样子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一直跟小米说 你可以在哪里修正啊 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些 努力在哪一些方面 结果现在好像小米好像进入佳境 就还不错 他现在还OK 因为他有摸到那个小乐的点在哪 小马锦涛 对小乐是小马锦涛 就是他需要很多的爱 他才三岁但是他会一直 你要用琼瑶的语气 琼瑶阿姨的语气跟小乐说话 他就会很听话 他就会对 比如说他每天在那边一直哭闹一直哭闹 大家觉得他很不可理喻 你越凶他他就越闹越闹 但是呢我妹有一次就发现说 就是小乐在母亲节会去买玫瑰花给他 他才很小 那时候还不到两岁他就已经会了 然后他常会摸我妹的头发 然后说你好美你是我的公主 然后我就跟他说 看起来他就是马锦涛系的 然后我就把琼瑶阿姨的台词都贴给他 我就说你要不试试看 你用这样的沟通方法跟小乐讲话 他就说超级有效 就是他每天都在演梅花烙就对 梅花烙可能 你为什么要上他的心呢 你们知道梅花烙是什么 你们知道什么是梅花烙 你比较大魂珠格格吧 就类似尔康跟紫薇说话 就是你就是把他的脸当的 梅花烙是梅花烙比那环珠格格还早 我们的听众年纪都太轻了 但是就是琼瑶阿姨细别的 有人知道梅花三农 一定也是老的 一定年纪有点大的 要一直睡到 就是你们想要就是尔康跟紫薇讲话的那种 或紫薇跟尔康讲话的方式 然后我就叫我妹妹小米这样子跟她儿子讲话 然后所以我妹就说 她就是每天用额头贴住小乐的额头 然后蹭鼻子 然后她说我真的好爱 然后就是讲到很恶心的话 然后小乐就会非常开心 然后就很乖 所以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阿 就是她吃哪一套你就要去摸出来 然后就用那一套去对付她 她就会变得比较好引导 所以不是说一根棍子打天下 因为有些孩子吃棍子这一套 但有些孩子就吃琼瑶这一套 就你得了解你的孩子吃很好 就是她现在是这样子 她就说自从使用琼瑶阿姨的台词以后 小乐爆哭爆走吵闹 就是拒绝管教的情况就下降了非常多 但大概还是会有 就是比如说一个月会有一次 这种爆哭爆走 她就会拿棍子 然后她就说那小乐看到棍子 你知道小乐看到棍子 她的反应就跟我妹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妈妈说就琳瑶说 琳瑶是我妈 琳瑶就说我跟我妹是完全不同的小事 她说我就是刚正不阿的 她说我自己 我妈说我自己做错事 我会去拿棍子给我妈说 你打我吧 就超级跟月飞差不多 然后我妈都说她都吓到了 她想说这孩子也太刚正不阿了吧 然后我妈说她打我的时候 我就是憋着 一声正气 对 对 就 就 感觉 感觉就是要穿一个功夫裤子 把爽衣脱掉 你小龙 好办 这样子 她就说我都会主动去拿棍子给她 然后就直接就在她面 就是拿加法这样奉上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刚正不阿 但是她说我妹就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其实小乐有点遗传到我妹妹 因为她说我妹就是一直会就是隐藏自己的什么物 就隐藏不了了以后呢 我妈去拿棍子的时候 然后我妹就会抱着她的腿说 我是你生的你知道吗 你真的人心大 那就是蔡宇乐阿 对阿就跟小乐是一模一样阿 就是是一模一样 我小时候被逗会装昏倒 就整个这样就晕厥 然后结果我爸 你知道我爸说什么 好拿水来播 所以你爸并不是演穷妖 你爸是演薄青天吧 不是你薄了 因为我想他完了拿水来播 看来是无效 就赶快说我没风 不是每个 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戏嘛 像你说装昏倒 我那个好朋友就是在 就是大老板特助的那个好朋友 可能很多听这种也不知道 就是就是我说他会去开那个APP 跟老板去开APP太多了 他是说他们不是他装昏倒 是他说他们家庭 比如说他弟弟跟他爸妈在吵架的时候 那男生有时候就会很 就是情绪上来 就可能会打 就是可能要跟爸爸互相当价了 然后他就说这时候呢 他第一招就是先 就是 就是 去劝架 然后劝架不行他就跪下 如果跪下不行他就装昏倒 我是先跪 但跪没用 所以我就装昏 还是没用 继续被照 没有我觉得每一家演的剧码不一样 你们家可能演的就是薄青天 就是那个昏倒了拿水来泼 但是我们家就是走从头 我爸很夸张 我爸那时候迷泰拳你知道吗 他还戴拳几手套要对付你 我就傻眼 我说我对你身上什么样的家庭啊 可是 但是他平常就是我不办错 他是对我很好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打有用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觉得 我要必须揍我的孩子 不打不成器 然后我还买了一根棍子上面写 放下出销子 然后就自己走上去 真的没用啊 就你打他也 就是不听啊 他也是记不得 他就是会犯 然后 可是后来我 我现在事后想想我打他干嘛 我真的那 可能就自己解气吧 就自己生气 然后解气揍他 让他哭解气 可是后来我发现这样真的不好啊 就是 能用对方法 真的就不用用到棍子 然后反而你还可以 就是事半功倍这样 就像比如说我们帮小米去找出 如何应对 他那个 就是 情感丰沛的儿子 的方式 你知道那天 那天他在家里面啊 因为就是那天他就不愿意吃饭 然后一直闹一直闹 然后我妹就说 你在这样子 我要拿棍子咯 然后小乐怎么反应 小乐就说 我好爱你 我最喜欢你 我真的爱你 爱你 一直讲耶 然后我想说天哪 又把他进到上面去 对啊 可是问题是 你妹已经抓到那个方式 可以跟他好好沟通 我觉得就 他未来的路 他未来的路 就会比较省心一点 嗯 就会比较轻松 对啊 但是 我刚刚 我刚刚我讲的一件事 你被你打断 我刚刚讲的一件事被你打断 没有被你打断 我要先把那个 讲完 因为刚刚 觉得那个是一个蛮重要的点 就是说 嗯 当你自己 你看 其实很常 就像你说的 我们都在复制 我们上一代 教育我们的模式 嗯 然后这个教育 不只是教育 还有身教 还有你自己 言行举止 散发出来的 一种影响 比如说那时候 你在台湾 你可能 嗯 你的父母是为你做好很多事情的 然后 你就会也习惯的去帮你孩子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有观察到 当你到美国以后 然后你开始学着独立 你也会让你的孩子开始学着独立 然后当这样子的情况 你自己成长了 你改变了 你的孩子 其实你可能不是为了你的孩子改变 而是为了你自己在那个环境 好像被逼着没办法 就要 长大要断大要成长 但是 因为你长大了断大成长 你就会有勇气 也因为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你就愿意放手让你的孩子去成长 去承担责任 所以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说 你的成长其实就带动了你孩子的成长 这并不是说 作为一个父母 嗯 好像不 不为了孩子改变 就不是一个好父母 而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父母很重要的是 你要想想你要怎么为自己成长 而那个成长 你就会去感染到你身旁的人 就会 它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特别是你的孩子 你不见得能感染到你的另外一半 因为另外一半已经长成 那个树 就是那个盆栽 它一开始就歪了 基本没有救了 对已经没有救了 它一开始有点歪 就长到40岁就已经歪成 你要它扭过来 已经应该那个U字了 就是那个盆栽很小的时候 你是会用铁丝绑一下吗 然后它就会歪一个方向 然后这时候 你要再把它拗回来很难 但是孩子还小 所以其实他也一直在看你 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你为了自己去成长 所以你的孩子就也会成长 然后我觉得这是最轻松的教育方法 没有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现在都不求我帮你了 他也不求你爸帮我 他说 你们俩很啰嗦 我只要求你们帮我 我就会你们念个半个小时到半天的 我还不如靠自己 我说那这样很好 我就要把这个方式好好学习起来 就是不停的啰嗦他们 就逼得他们成长 就他们不想要我啰嗦他们 他们自己把性做好 我就闭嘴 就完全不管他 但是我还是会管 就是很多行为方面 就是我们家就是有家规嘛 你不能做 我其实一直告诉我的孩子 我不求他们以后 什么要哈佛啊 或者是Stanford 这种名校 长春城名校 我觉得你有能力 你就去争取 我当然 我当然很乐见 但是如果 你 你这个书不是为了我念的 你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为你自己做的 就是以后你要做得开心 你不要不开心 但是 你一定要有一技指使 然后像我们家常会有人来 除草啊 或者是修剪树枝啊 或者是那个修水管啊 那些 我就 我就会告诉他们 我说 你知道那些人比你爸 海赚钱 是 然后他们就很笨 因为在美国真的 那些真的 有一技之强 他们真的不愁没有工作 当然我是夸张啦 就是跟孩子这样子 但是我就会告诉他们说 你们 我要求你们的就是你们要 可以养活自己 要有责任 养活自己 然后对这个社会有责任 就是不要 做 有害这个社会的事情 我说就这两点 我的要求就这样 养活自己 然后 友谊社会 就是 就是 其他的我倒不怎么介意的 我觉得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人生 就像我爸当年也到最后是半放弃我 我真的不爱念书 可是到后来我也没有 当他们放弃我 就是我自己想清楚的那一刻 我就自己知道要什么 然后我就 开始认真念书 开始去 去自己争取我的另一个人生 就是当 所以我很理解 当母亲不逼孩子的时候 可能反而孩子会比较 去自己思考自己要什么 因为那个爸爸妈妈的压力不在 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孩子就是 我不给你们学习的压力 但是你自己得想清楚 所以基本上他们现在他们 都是朝着比较自己决定自己 未来方向的方式去走 当然我们还是会引导啦 就是 会跟他讲 你做哪个工作 以后好不好找工作啊 或者是就用我们的经验去跟他们 然后他们自己则去做选择 就是这样 那个弹幕上呢 有听众朋友就说到 孩子是 其实是父母的老师 保护孩子的天性 是父母最应该做的 其实我还蛮赞同的 我昨天写的那个安心进去就是 当你因为看到孩子玩的满身脏污 而感觉懊恼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也变成孩子 也许你会看见最纯净的世界 很文青齁 是超文青 但是真的是这样 就比如说像法兰刚刚说的 就是 他根本没有 他根本不知道孩子 为什么不写考卷 其实孩子不写考卷 是因为他觉得 他已经会了 然后他觉得这种事很无聊 但是你就是看到他不写考卷 这个是一个表现 你没有真的进入他的世界 变成他 对啊 对啊 当你理解以后 你会发现 那个你原本以为的脏 其实反而是很干净的 是很纯真的 是可能更有效率的 或者是更贴近本性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 以孩子为师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就我们 我们在教孩子的同时 我们同时也在向孩子学习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互相 孩子就是你的性子啊 你孩子怎么长 他是不是看着你长大 所以你今天 你的孩子会习惯生气 那你要不要回头去看一下 你这一场生气 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 或者是 当你的孩子 没有耐心 是不是你常常也对孩子没有耐心 就是孩子是拧生的 拧养的 他就是照着你 捏他的样子长大的 他看着你长大的 他看着你长大的 就像 我爸今天才好笑 今天 今天我儿子就是 吼了他妹 然后我爸就 就 就 在旁边 哭口婆心说 你要好好说话啊 你不可以这样子 跟妹妹说话啊 他讲这个喉没有说服你 结果不到十分钟 我爸就开始不知道喉谁了 就是 然后我们就看着我爸 然后开始笑 然后我们就说 你讲这句话太没有 就是你跟孩子说 我跟听众解释一下 法兰的爸爸跟我的爸爸 可以暴民暴走二人组 我觉得 撇废二人组 他们两个都有五片被 就是很会就是暴怒 大吼 对 对对对 因为我爸爸有 因为George他有那个 成人的过动症 他应该小时候就有 然后他长大 都需要被治疗 然后 然后 我最近有 就是 我最近成功的 说服我爸一件事情 我还蛮得意的 我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 因为我爸呢 他就很喜欢喝咖啡 但是因为他有成人过动症 我先讲一下 他就是我爸跟小孩子一样 他常常也在闯祸 就比如说 他可能开车出去 因为他老了 视力不好 然后他就会撞到人 然后而且他也不愿意 开他自己的车 都开我的车 所以都算在我头上 然后呢 第一次就撞 撞到一个年轻人的手 撞断了手指 第二次又撞到一个人 他的肋骨都断了 然后他还是不愿意停 因为他过动症 他没有办法停下来 就是他会一直 非常暴走 跟躁动 那喝咖啡 会加剧他这种行为 因为咖啡因的刺激 很高嘛 但是他又坚持 每天都要喝咖啡 而且他喝的咖啡量 很夸张 就是那种办公室一壶 我们家有那种 咖啡机 就一壶 他就是喝一整壶 这样 所以他那种暴走的情况 就会很严重 但是呢 只要我跟他讲 不要喝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就会 大发飙 他就会说 他就是要喝 而且他就会贴很多 那个网路资讯 告诉你喝咖啡的好处 的确没错 喝咖啡有很多好处 他都可以从网路上 寻找非常多的佐证 告诉你 都喝咖啡很有好处 这样子 好 然后所以我怎么劝诅他 都没有用 那 我妈妈也因此 常常跟他吵架 因为 他就觉得他喝咖啡 就会暴走 然后那一天呢 我觉得这有时候 真的是要碰硬去 机会叫 他就在看新闻 然后他就在骂 那个新闻上面说 因为现在台湾 打疫苗 有很多老人家 可能因为疫苗的关系 就猝死 这样 那所以他就在说 那个疫苗 现在那些会猝死 然后他就在骂这件事情 就是说疫苗的副作用 后来我就跟他说 爸 你说是不是专家都说 要打疫苗 他就说对 那你看又有很多人死掉 对 他就说对 我说你看专家都说 喝咖啡很好 对不对 对 然后我说但是有些人喝咖啡就是不好 就跟打疫苗也会有些人猝死一样 像你的性格呢 你喝咖啡就会造成 你的性格里面的某些因子 可能就会 比较激活 然后这样就会造成你的血压比较高 所以咖啡不见得是每个人都能喝的 然后他就好像听进去 他说那怎么办 然后我说那我买低音咖啡给你喝 因为以前我只要提说我买低音咖啡 他都不愿意 他就是坚持他要喝他一整合个咖啡 然后他这几天就开始 喝我买的低音咖啡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真的你还是要顺着毛摸 就是你跟他怎么吵 你自己也累个半死 所以你会觉得带孩子也好 像我老爸就跟孩子一样 就是你若不顺的毛摸 他的老男的头 对就很辛苦 因为他就一直闯过 一直闯过 然后但是呢 有时候可能必须也要 进入他的世界去理解他 然后就是找到一些 他能够理解的方式 去让他有所领悟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你 你直接跟他讲 就像你一直跟一个 比如说你跟一个外国人 一直讲中文 他也听不懂一样 就你讲你的 他做他的 你要讲他的 我一直跟他 像他刚开始去美国的时候 然后他们老师 就有一天很莫名其妙的 站着我 他问我说 他在学校有个状况 然后他讲的好像很严重那样 然后我说怎么 他说他很喜欢贴着墙壁走路 他怎么了 然后我说 蛤 怎么那么奇怪 贴着墙壁走 结果后来我就回到家 我就问他 我说 你为什么要贴着墙壁走 你怎么了 他说 因为墙壁很凉啊 不是因为墙壁很凉 很热 很热 他喜欢黏着墙壁走 他就觉得凉凉的 然后我就 然后后来我就回了他们老师 说 因为他觉得很热 他觉得墙壁很凉 但我已经跟他讲 不要这样走 可是 如果是我以前 听到老师跟我说这句话 我就会突然 惊吓 就是我儿子是脑子有问题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一个正常人 不会去贴着墙壁走 然后我就会 然后他 因为他那时候 就突然来这一招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 那你以后还是觉得很热的话 你就还是别贴着墙壁走好 因为没有人这样子 人家会觉得你很怪 然后 老师也觉得这样子好像不是很OK 那 他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个状况 所以我就说 你真的一定要去理解你的孩子 当下 为什么会有那个 让人家觉得很莫名其妙的状况出现 可是他 真的是他可能就是 很简单很单纯的理由 但是我们大人 都把他想得很复杂 所以我会觉得 理解孩子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多多跟他聊 然后不要马上就把他定罪 你一定有问题 我就都把你皱扁 然后 久而久之孩子 就不愿意跟你说话 我跟我们的孩子 我都会常常有那种 亲子的时间 就是我会把他拉到我的房间 就我跟他 我们两个开始就是一直聊天 天马行空的 有听众要问 有听众要问 有听众在问问题 在弹幕上 念给他 他说每一次 修马的孩子 都会反思的很彻底 也告诉自己 下一次该怎么做 可是怒气一上来 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怎么办 还是会有这种时候 但我觉得就是 在发脾气之前 就醒一想 我还是问清楚好了 我还是先不要 就是或者是我先冷静一下 我去做别的事情 然后我待会再来跟他聊 我不在慎怒的状况之下 去解决这件事情 或者是我会让他 进房间去想一想 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我们待会来聊天 我说妈妈现在也生气 然后 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 好好跟你说话 然后 那 你要不要 我们两个都冷静之后 再来讲 就是那个情绪消下去的时候 你比较 脑内没那么愤怒的时候 就是 像美国 对于那种小小的小孩 他们会有一个 他们的处罚就是time out 就是面壁 罚站 那所谓的time out 也不是说 你就是不能动怎么样 他会希望你在 旁边在站的时候 其实也是 爸爸妈妈冷静一下 小孩子自己去思考 那之后 时间到了 你就会去找小孩 告诉他 为什么你被罚 你为什么 你做错了什么 然后 为什么这是错的 然后 其实 当下那个爸爸妈妈的情绪 也不会这么高涨 就是你给彼此一点时间 去把你的怒火给谢一谢 吃个清心丸之类的 然后让孩子也有时间 去把他自己的情绪缓下来 然后你再跟孩子去聊天 我自己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呢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清静生五脉 清静很清静 两个人就会生五脉 侮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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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侮辱跟清静 对 侮辱跟清静 那我觉得 比如说你想 今天如果你同事犯错 或者你老板犯错 你也不可能 马上就 飙起来 对不对 就是 你就会想说 嗯 我现在很生气 我可能去揍个沙包 我去走一下 能够比较和缓了 我才能跟他们讲话 因为你要维系一个职场的论定 规则 你想要大家还好去 就是好好工作 但是呢 你越清静的人 你就完全不会care这些 就啪一下就发出来了 所以 其实我觉得 刚刚法兰讲的方法 也是心理学上面 常常用的方式 就是说 都先离开现场 这样 离开战场 对 先暂时让自己的情绪 先和缓一点 然后这个和缓之后 然后再来讨论事情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清静生五慢 是因为两人之间没有空间 而你要拉开那个空间 无论这个空间 是真的地理上的空间 比如说 像你讲的 你就说 你现在很生气 然后你先进房间 然后 不是 妈妈现在很生气 所以小孩子现在先进房间 然后我可能去客厅 我们先冷静一下 然后待会我有话要跟你讲 对 对 因为这个时间你也可以理一理 你要讲什么 对 因为通常你 慎怒之下 你说出来的话都不好听 嗯 或许有可能伤到孩子 也伤到自己 所以你反而 对 争取一点时间 两个人都想一想 嗯嗯嗯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听众就说 每次都告诉自己 下次一定要冷静 但是下一次又这样 特别在自己工作 压力很大的时候 所以 安安老师就要说 你要常常 你要来做正念练习 因为 你就会发现 可能在你压力大的时候 你就比较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心里有一个空间 我刚刚讲的这个空间 不只是 就是地理上的空间 还有心理上的空间 那这个心理上的空间 其实就是在正念练习里面 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要能够看到自己的 自动化脑袋模式 就是 刺激一来 我是如何 升起了非常快速的情绪 跟行为反应 然后当我们看见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刺激 跟情绪行为反应之间 拉开一个空间 让自己暂时有一个 缓冲的空间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 安安老师非常鼓励你 礼拜二 礼拜四 晚上 我们都有免费的团练 时间 你可以加进来 然后要怎么加入团练 你就加那个 安安老师的微信号 它好像会 就是小编会拉你进来 可不可以帮我打一下 那个安安老师的微信号 就是或者是小助手的微信号 也可以 A-N-A-N-L-A-O-S-H-I 然后X-Z-S 小助手的缩写 然后就跟小助手说 你要加入那个免费的工艺团练 那这个是免费的每一周晚上 二次都有 会有小导师带你们练习 因为学习是一回事 但是练习更重要 因为练习是帮助我们 不能长出正念的肌肉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 有那个 谢谢浩天已经帮我们打了 然后加进来就可以参加团练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很有趣 我觉得我们可以下一节讲 我念给你听 他说 他想要跟孩子沟通 但孩子都不愿意跟他聊天 他觉得很烦 在一起吃饭 就趕快吃完 孩子就跑掉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 这问题很有趣 但是现在已经要到我们直播结束的时间 现在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关于刚刚的问题 我也有一些意见 不是 建议 但是可以下一节再讲 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尾声了 今天非常感谢法兰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下周三晚上也一样 八点钟有直播 所以都欢迎大家进来直播间 跟我们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下周三晚上见咯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